FMQ1.5 自遊一生 漁夫自遊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我很高興 漁到每個禮拜晚上的高點在空中和大家在會 那麼這禮拜的主題 要說百年前 台灣人到底有吃牛肉嗎 為什麼說到這個問題呢 因為最近我就和一位朋友去台北 一間很有名的這個 原來是市政府給他訂的 還頒一個百年老店的證明 百年的老店 所以日米高雲在餐廳裡面 這塊邊很大的叫做百年老店 百年的老店 我的朋友 你要吃牛肉 這間是用牛肉 最出名 他的牛肉 湯 不知道是怎樣 教你告訴你 有一個很清甜的感覺 那如果是老的老人 我在那裡算住三十年了 雖然不是太老了 三十年也算太久了嘛 常常也要去那間店 要在天水路那個地方 就是差不多在國家時代原品原環 建成原環那裡的附近啦 結果呢 去吃的時候 你吃牛肉 吃牛肉 吃牛肉 好吃就好吃就好 那我那個朋友 總問一句話說 台灣人不是不吃牛肉 吃了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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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牛肉在來打了錢 現在打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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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錢 現在打了錢 打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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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來吃了他 這魚心不仁 那這國產人 開始是這樣想的 我比我 鄉公 去區區 說 你百年的老店 我們就一百年前 台灣人吃了牛肉嗎 这是一个很粗味的问题 我们就要好好来讨论 尤其我们这些 多个朋友 老一般的这些大哥大姐 不知道 百年前 要问到那些一百回的人 也是不简单 问到那些百年的人类 来说一百年前 到底有吃牛肉没吃牛肉 但是我要说就是 对我来说 我虽然年纪没那么大 但是我们用这个学历 还是用历史 去推理也知道 不过今天要说正前 我们先来说一个小孩 以前 你知道年轻气盛 女儿子在那个时代 看到那种色情 心里面就小鹿乱撞 想要头看 其实那时候 我记得我年轻时 这流行一种叫做牛肉厂牛肉厂 这牛肉厂 你一般如果是说在这个 你去吃东西 汤子吃东西 那奇怪了 它都有大一种 色情的海报 上面这些很好笑的 像我一件 我看到印象深刻 就是那种海报 上面这些 磨磨磨牛肉厂 牛虾磨磨磨牛肉厂 现在就说人类五千年前的历史 人类五千年前 什么意思 说那意思都没穿衫了 但是 我们现在说到的 知不知道 为什么叫做牛肉厂 为什么叫牛肉厂 这个问题 一直都没改变 我也没有 他没有特别主意 说为什么叫牛肉厂 我想说 可能 没穿衫就是有这牛肉 不然他知道 到最近 我刚才不知道 和什么人在聊天 他跟我说 为什么叫做牛肉厂 因为 这个牛肉 跟台伎的这个 牛肉 牛肉 跟牛肉 音很像 意思是说 牛肉厂 所以 变成 牛肉厂 是这样 我说 原来是这样 这是一种猜测 到底是不是这样 不然 全文 全家伟 就是牛肉厂 在口具 这不是很无聊的 不过 说起来 我那个时代 年轻的 这个 男人 去看这种 色情的东西 那个时代 比较有趣 这个时代 看着 在这里 看着就有了 甚至 你看着色情的 都做到双 还有什么 无碼 什么 所以 有的时候 我在台南 在落落 下 刚才站起来 我看到别人的那种 影片出租店 我叫什么 航空 航空 航空板 什么 航空板 就是说 今天 日本那裡剛好有一支音樂品 設定音樂品 阿媽上呢 航空走一走 那個是航空版 現在還有在做這種 什麼 五馬A片的這個店 那也很奇怪 為什麼呢 那就是你們家裡有CD player 可以放CD的 你要回來才能放 不然要怎麼放 在這裡你要放的時候還要偷偷地放 家裡不能讓別人看到 這是很深刻的 現在老實說網路裡面四個也有 手機也能看 什麼平板電腦也都可以看 還有這種也能行轉 這知道是不是 這時代的變化實在是太快 比方說我們那天去南大 有一個朋友要請我們去聽音樂會 我就去聽音樂會 那天天就覺得音樂會 真的唱到這樣很無聊 不是唱 演唱到很無聊 其實實在是真的很好 我們就 很快 他在後面還有在買演奏家的CD 自己做的 自己發聲的 當然要跟他鼓勵一下 人家唱我聽不用錢 我不知道要跟他鼓勵一下 然後就跑去跟他鼓勵一下 鼓勵就是跟那個演奏家 不管你是吹塞斯風 彈吉他 吹什麼場地 所有人都買一套回來 買一買 想說 哇 啊 這要怎麼辦 啊 我們家也沒有CD player 啊 我們請到那個CD player 也不會彈 哇 呵呵呵 所以現在 這個世界 你要看變化 才能 呃 這麼大的 這個 聽到 後來 我們現在開始就說 百年前 以前到底台灣人有吃牛肉 沒有吃牛肉 啊不然是怎麼有一個 合作百年的老店走出來咧 人家先來說這間 金春發的牛肉店 他在賣九十肉 那麼他說 他一定百年 為什麼百年呢 因為差不多在 19 八七年的時候 那他們那個創始人叫做丹奧 陳烏啊 他說那時候 他就在這個 大大堂 跟英凡啊 那個地方 在賣九十了 啊 很多這個 年輕人也去訪問 有新聞記者要訪問 都是差不多 都說這樣 一百九七年 開始 我帶賣九十了 一百九一 不得了咧 我們台灣是一百九五年 就變成日本人來慣 這樣 他就是說 日本人的時代 他就開始賣了咧 哦 但是問題是 那個時候 說大得有聽 英凡啊 不過一百九七年 應該是有大得聽 這個名稱 但是 英凡呢 沒有英凡啊 那時候哪有英凡 因為日本人的 啊 我 給他研究一下 喔 日本人喔 在這個 一九九九年 到一九九四年 也就是說 他來通知台灣後後了 日本人就開始研究啊 說有什麼日劇不對 欸 拜託你 你跟人家戰爭 啊戰輸人 啊都拖得給人 欸 啊你為什麼說 上面有這個日劇 你怎麼不肯 不肯 不肯 就拖得給人 啊上面有日劇 啊 那是真的有這個劇 中華民國的劇台 啊 有什麼劇台呢 欸 這如果說起來有什麼歷史 一步等等等等 那個時候呢 應該說是 日本人向著美國人導航 將著台灣 向美國的 將台灣向著美國 不是向著那個 那個 中國 要搞清楚 是美國人 將著台灣 這個土地 啊 給這個蔣政權來這裡 託冠 託冠 啊那時候不只要 給這個行政 長官公署 這是親自學結束的人 也知道 中華民國劇台 不是日本劇台 日本是治台 啊 人家是 戰爭贏 立場的土地 誰跟在中國呢 啊 買 買 賤輸 啊 賤輸接下來呢 又將來台灣 逛逛出去 啊你實在到無意無事 啊現在呢 啊 叫叫日本人 啊叫中... 日本人 啊 染去後 過來 塞了 還給中華民國劇台 啊就... 有一組人家中華人說 你們台灣人 為什麼都沒有要 跟我們討論 說很奇怪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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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們拐出去的呢 啊... 對不對 是你把我們拐出去的呢 欸... 什麼... 沒有要跟中國討論 就帶你拐出去 還是要怎麼跟你討論 齁... 不然你也說 找個理由說 好了... 我給你拐出去 你不要在店裡 人家就自己打拼 慢慢站起來 啊... 現在要怎麼... 好啦... 我們現在不是要說這個 我們現在要說句話 齁... 又說得回來 那麼... 一直到這個... 去叫... 李康妮啊... 日本政府才開始說 啊... 典開就是一個 這個世界改正計畫 啊... 那時候 差不多全台灣齁 啊... 日本人有看到說 很多過去的這個 閩南市啊 漢文化的閩南市建築 有一個牌子就是說 沒有現代觀念啦 所以我們現在在看什麼 那些路港摸乳像啦 其實說在台南裡面 有那種的行動 這樣... 很搶的 很衰的 當然... 你如果是從文化上來說 喔... 那是講我這套 很好的這套 還有摸乳像 啊... 什麼叫摸乳像 就是因為很搶的嘛 啊... 如果說兩個要燒三星 你就... 有時候人家的小姐 會怕蹦到人家的胸前 所以我們才會叫這個 摸乳像 啊... 這個文化上來說是很有... 樂趣啦 很有趣味性的 但是問題呢... 如果是在這個... 醫療環境來說 齁... 這個行動太過... 房子太過頭筋 啊... 如果有一家會 如果到邊... 喔... 啊... 啊... 衛生的環境不好... 所以那時候日本人就開始... 這個世界改正計畫就是把它... 打開... 啊... 啊... 用大路... 這樣比較不會說... 啊... 團念這個... 什麼邊緣 有的沒有... 尤其... 一堆... 這是現代才知道的... 這個背名... 啊... 那時候日本... 在改正在這個... 台北的時候... 啊... 他叫... 李康妮... 他就... 模仿這個... 法國的巴黎... 我們知道那個... 法國的巴黎... 在凱旋門... 那這個凱旋門呢... 是... 以前的... 啊... 車...都在那這樣... 那這樣... 在那... 比如說... 現在在台北市... 啊... 或是台南... 台南本在那個... 國家文學館... 啊... 啊... 就放一個... 那那個... 這個銅像... 啊... 那... 我們大家都... 都繞著尾仁... 啊... 團團轉... 啊... 啊... 結果... 日本人以前就... 封... 巴黎的凱旋門... 也去做這個... 圓... 啊... 我們台南就做五六個了嘛... 啊... 那麼台北呢... 最初就是... 在... 這個... 生命中... 啊... 那... 另外一個就是... 在... 現在的漸層圓環... 啊... 漸層圓環啊... 不然是去... 馬英Q淩來... 把他拆掉...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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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不尊重... 這個台灣的文化... 所以到現在的漸層圓環... 已經死在那裡... 啊... 到現在... 很多人做都做不起來... 啊... 啊... 就是說... 這樣要到... 一九... 李空妮... 才有這個... 啊... 這個... 啊... 是金春花... 他說... 他是在... 一百九七年... 開始就在... 這大道... 圓環啊... 那個地方... 在招賣... 這就不對了... 這就馬上出包了... 因為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 那時候... 他就死了... 可以lo... 那時候... 還會有一 coinc reportedly... 好了... 是日本人... 要過了二十幾年後... 然後... ось Rad... 所以... 這金春花到底是不是有百年 唉 說到這裡 我們就是說 伊夫教你這樣說 這樣就可能百年沒有嘛 比較有 唉 沒了 金春花有一百年沒有 不是我的重點 重點是一開始我就說 台灣人一百年前還不是在吃牛肉 還不是吃牛肉這件事 不過是這樣 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這個文化 如果你說台灣曾經去給荷蘭人 去給西班牙 去給日本人統帝 所以我們現在在說胖 胖這塊 胖就是米包 胖這塊是哪裡來的 胖這塊米 當然我問很多朋友才知道 這是spanish西班牙有 那他們在西班牙的荷蘭人會影響到我們的 這個機関 因為他通帝這裡 機関的最多影響 比如說我現在在說話 我就是所謂的講國語 國語跟台語在南作會 對嗎 如果我的上一部是 台語跟日本語 跟日本話南作會 對嗎 所以 就是 通帝這裡就影響到一半八成的 用字遣詞 這是很主人的事情 要知道是不是 荷蘭人不是通常台灣 也要二三十年 簽問的荷蘭人會影響到我們的機関 有很多 這在那個 那個 那個 林聖文他們做 靈魂裡面有些幾十個 但是他都沒有說 跟他穿著說那是對 但是倒是 荷蘭吃是不是 你如果去荷蘭 有些朋友去到荷蘭 他跑去超市逛一逛 吃是不是 他都把那個 包裝 荷蘭超市的東西 的包裝 食品的包裝 他都拿回去 拿回去什麼回去你知道嗎 他說第一 輪拼 輪拼大家知道 輪拼 春絕 我現在說輪拼 不是說台灣話 說荷蘭話 啊 為什麼要說荷蘭話 你如果去荷蘭的超市 給他看 輪拼上面也把你寫輪拼 說真的假喔 真的啦 再來 道家 道家 道家也寫道家 法音也寫道家 上面 荷蘭文寫道家 啊 米粉呢 米粉 他也寫米粉 這真的 好不然 他還有包裝我一陣 所以 肉包 他也說肉包 荷蘭人也說肉包啊 還有什麼時候 那一天我找一個朋友 啊 他一個 餘子 住在荷蘭 因為住在荷蘭都很久了 啊 現在在荷蘭 無聊了 就跑去找人打麻糬 啊 你感覺什麼 蛤 他去荷蘭啦 在打麻糬 他說 荷蘭麻糬 荷蘭麻糬簡單啦 你現在就 荷蘭人要去打麻糬 他說 蛤呢 蛤 蛤那打麻糬 蛤 然後那麻糬魚 他用那些微笑 就我笑一下 他說 哎呦怎麼這麼像 古早時代的麻糬魚 照常有東四南北風呢 你說東四南北風 怎麼看有 有啊他上面有什麼 什麼 North啊 什麼 荷蘭的那個 東四南北這樣嘛 加那個 加住 荷蘭魚 這樣就對了 但是那個道行都跟 這個 我們現在台灣 在打麻糬的 蛤的道行 但是他看起來更久 更古早 聽說呢 英國十年前 荷蘭人 很多人都在打麻糬 這也是很心情 荷蘭通在我們台灣 大概是一六六四年 到一六六二年 所以你可以這樣想像嘛 既然你荷蘭人 都會說我們的 龍拼道家 米粉 肉包 對 我們台灣 在那個時候的祖先 在這個 荷蘭人 在統治的時候 要請問 你荷蘭人 一定要吃牛肉 荷蘭人 他們這個 生贏的都要吃牛肉 對 南投 荷蘭人 敢不吃牛 接下來 在那裡吃牛肉 敢不吃 台灣人 因為受到日本 受到荷蘭人的影響 來吃牛肉 敢不 這個問題 吃什麼 但是我比較不前為止 沒有什麼 民家的這個 政府 說那個時候 在荷蘭的時代 我們台灣人 就開始吃牛肉 但是再來還有一個比較深深的 就是說 日本人 也是統治台灣五十年 對 日本人有吃牛肉嗎 當然有吃牛肉 為什麼說 日本人有吃牛肉 各位 日本人 在這個 明治維新的時候 他曾經 派出到 他們的這個 人 去外國剋 那時候 日本人叫 黑船事件 叫我們打鬼 日本人發言 說 有人 生贏的 怎麼這麼 用 船間 泡利 我們日本人 怎麼對著全世界 怎麼 變成一個 現代的華為國家 這個民族很奇怪 他如果誰 打贏他 他就跟人討論 就對了 所以這個人的民族 正 我修理 你不要緊 我都跟你討論 叫你老爸也不要緊 我反正我討論 你討論 就對了 全世界最好的東西 他們都去不來 這是一個好處 去不來 又轉化 變成 變成日本的 譬如說 蟬 我們現在想流行的 印度的蟬 蟬 蟬是從印度來的 印度來跟中國 中國 又去日本 結果人現在要學蟬 這件事 一個蟬 還要學什麼蟬 這件事 請問他 還不是去中國 中國跟蟬 都沒有蟬 大家都去走日本 所以蟬 蟬 進行 變成是他們的一種 那麼 日本人 什麼時候 開始吃蟬 肉 因為他們派出去的人 去褐探 褐褐褐 為什麼 他們 這樣可以變成 這麼多 他們發現 他們就說 第一 其中一項 就是吃褐肉 吃褐肉 才會大臟 才會生強體健 那日本人 早期是這樣 日本人是差不多 半吃素的國家 他們是沒有在吃褐肉 所以黑傳事件之後 美國人要求說 他們要吃褐肉 日本說 天皇說 褐肉是在把褐褐的 怎麼可能去吃褐肉 你為什麼要吃褐肉 所以 美國人說 沒有 我幫你討褐肉來褐 他說 討褐肉就是 當然要褐褐褐的 結果不是 抓去鎮上褐 他說 黑咖蝦 為什麼會抓去鎮上褐 鎮上褐褐褐褐 原來是要去吃褐褐 就對了 但是那個時候 日本人是差不多兩腳 什麼褐褐褐 都沒在吃褐褐 褐褐 那都不用說 那都沒在吃 他們吃的蛋白質 大部分 南式豆腐 就是魚 就是魚 所以 所以 日本人那些時候是褐褐 比較小褐褐 所以他們就 開始在想說 如果這樣 回去 日本人也不會大褐褐 不會擁褐 所以我們也要吃褐褐 哇 在這個 差不多是 應該是 一八七一年 日本天皇 平地天皇 他就開始 五年就喝下去 哇 夭壽 這日本人 這日本人 褐褐褐褐褐 啊呦 天皇你來 喝的牛 你啊 這樣 第二年 連牛也吃下去了 這 對日本 那些時候 日本人來說 是無比的震驚 啊 夭壽啊 我們天皇吃牛 慘慘慘 我們 這些國家呢 萬一 不過我告訴你 古早時代 你如果看了那麼多 那些中國吃 就沒辦法了 我們都想到 國民總教友 都看那些中國吃 古早時代 如果說吃牛肉 有時候有遭殃的事情 很多啦 其中 故事也是 好像很痠 所以 這個時候 日本人是這樣 沒錯 可是 一八七一年 日本天皇 開始吃牛肉 一八九五年 他就將來到台灣 當然 台灣人是在土地啊 那現在開始呢 他也是在吃牛肉 少母幾週也有在吃牛肉 所以吃什麼事 就是說 有一種呢 我在看這個 我們台南 有名的 辛西淮 辛角 就是 辛文餅 我很快去市長 辛西淮 就是 辛文餅 辛文餅 叫辛勇親 有時候還有一份菜 在這裡他們家 他們家叫安賢圓 有什麼用呢 安賢圓 安賢圓 你說他們家 小時候的飯桌菜是啥 他們的飯桌是做什麼東西 裡面啊 看到說 他們是到過年的時候 在他的 辛女士的小時候 到過年的時候 他們家就吃很多 很多很多 什麼蚵蚵仔 什麼 一大堆 其中間出現一個 就是 紅燒牛肉 紅燒牛肉 有什麼搞錯啊 就是這個辛勇親 辛勇親 如數是 1933年生的 1939年 就 國民黨來晚 這是問題是 這樣說起來 1933年到1939年 一間來 還有 十六年嘛 是不是 這樣 看起來 這個辛女士 他在說他的 小孩的時候 這樣就是 應該 應該是 日本時代沒問題 所以 說起來 如果從日本時代來看 這樣 日本時代 日本的 台灣人家庭 如果比較有錢 就去吃牛肉 過年過節 最多過年過節 去吃牛肉 你想想 可以吃牛肉 這樣表示就沒有禁忌了 對不對 但是呢 1933年 2014年來講 還沒百年 還沒一百年 所以 我就繼續去研究 唉 有一段 我就去看 這個 台灣料理 一片 中央研究年 的 台灣宿 一位 丹靠修所寫的 他在什麼 日本時代的 台灣料理 唉 這片文章 是誰 這片論文 是誰 開始非常好 他 引進 據典 他有來 有 寄出一個 他說 在1900年的時候 台灣 是一個新報 台灣 日日新報 有一個專欄 我們全部在介紹 台灣料理 我注意看 菜圓裡面 哇 紅燒牛肉 還真的有 紅燒牛肉 還跑出來了 但是 這家 這家 是1900年 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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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2015年 這樣說起來 八年有了 八年有了 這就是 那個時代的 台灣人 真的 八年前 就開始 吃牛肉 不是什麼 緊不緊 怎麼 這樣 這家 是不是 所以 現在 說回來 日本人 來到台灣 之後 很多報告 我就看 知道 喔 日本人 來到台灣 時 當然 天空 沒有鼓勵 日本人吃牛肉 當然 日本人 來到台灣 也是最少 能吃牛肉 台灣人 跟日本人 我們現在 本身人 跟外星人 合作會 菜都一樣 比如說 你去台北 國性的菜 當然 不管你是 本性 外星 你都買那些 這 台北菜 來的統一中國 對不對 你每天都會去吃 所以 因此 方便 就是 互相的交流 這是 正常的事情 但是 在日本那時候 他特別 開始 主義就說 義牛 跟 肉牛 肉 肉 跟 全民 做 肉 這兩個 都要培養 有一種 有一種 是要做 事 要做 事 當然 就是 有我們 如果要做肉 這要培養 這是很輕鬆的事情 所以 當時 總督府 他就是 差不多 他叫 李康寧 他就是 台前的時代 他就開始 全台灣去吃牛 你看到很多 這個 做了 就說 他就開始在吃牛 而且 因為台灣牛 比較小吃 所以 他們就希望 台灣牛 比較大吃 到印度 進口印度的 竹牛 也就是 黃牛 印度的竹牛 來跟我們台灣的竹牛 下去 作為配種 這樣 大起來更大吃 更肥 這個牛 如果要抓一台 不是青青菜菜 抓一台 牛要抓一台 之前要經過一個 肥育的過程 要吃 肥肥肥肥 才可以下去買 所以 你要輸送 兩黨 整個系統 都要建議起來 這樣才會 過到 食安的問題 以前在日本時代 不清楚 國民黨現在這樣 你創成這樣 全台灣 大家都吃雞油 夭壽 也有人還要繼續 到國民黨 很奇怪 你是怎樣 國民黨 明明告訴你 這個肥肥 大家都賣錢 他們整個肥肥 都賣錢 不會雞油 不會黑油 不會黑心油 大家都賣錢 你是怎樣 你是吃黑心油 吃酒 那一天 我朋友又說 那些人 都拿到30米 要成立食安問題 我都說 在30米 要成立什麼食安問題 30米 就讓你們台灣人 去吃油 搞不清楚 如果台灣出現 黑心食品 都說 他在中國那邊 沒有用 在台灣才有用 你不是台灣人 台灣人 是精神 我們就要吃 那種黑心的油 中國人就不用 有這種 有這種台灣人 你要賣台肝 不是賣這種 你還支持他 你怎麼支持台肝 我們都很奇怪 你如果欠吃黑心油 我才買兩款送禮 你如果要到國民黨 我才買兩款送禮 你如果要到國民黨 我買兩款送禮 那些黑心 還有什麼 正義豬油 看你既定的 都要黑心油 我才可以買給你 其他不用說 而且你要在我面前 真的 吃得鬆鬆鬆 就是說這樣 到最後要到國民黨的人 可能都會出問題 這樣說 不好意思 好 那麼 尤其是這個日本 到了這個大政時代 就是這個浪漫的大政時代 那個時候 日本一定是經過了 民治維新 慢慢一步一步 走上世界 開始就學到那個歐蜂 又有很多 尤其是大政的浪漫時代 那時候就開始有 那也是台灣的經濟 都起飛了 就開始有什麼 在台北 台南 開始什麼咖啡 什麼唱歌 什麼跳舞 都來了 就開始在歐化 你來想看看 歐化 那時候又很多台灣人 開始到日本留學 那台灣人去到日本留學 他就在日本留學 學到這個生活習慣就住了 當然 古巴就是其中的一種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有人說 伊夫人說怎麼說去 那是那個鋼山樓 那種風來街 那種台灣人的高級餐廳 那才有在吃牛肉嘛 那不然可能是日本人有吃 那台灣集團隊好好的人有在吃 那一般的平民怎麼有吃 這才吃醋味 那 那今春花在賣的那種牛肉 那種牛肉 說起來 到底是 是不是一般的平民都吃得去 當然 那時候聽說牛肉 牛肉 一般 這個價錢都比較高 嗯 所以到底一般的平民到不去吃 这个我告诉你 刚刚去我看了一个台湾台厄的校使馆 他有一个人在讨问 园艺势的名誉教授 就是康有德 这个教授是这样 意思是1948年 随着国民党来到台湾 他本来在讨厕 讨厕在建栏 建栏他买那种走来科台台 转来台湾台厄 他想讨厕 当然 讨厕也不知道 我过来说什么 并作是共产党派国民党 国民党撤退来台湾 他并作不能回去 就从老的台湾台厄 教授 但是他在说194万年的时候 他们这些集团队 那个时候算是留学生 来到台湾留学 别人说留学 他那时候一定算是 归给中华民国战馆 要说他们这些 他们就自给你做一个会时团 会时团是怎么办 他们就去 他们刚刚宿舍后边 有一个深点山这个铁楼 就是万华到深点 可以坐到现在 丁座路那个所在 其中提出来说 大家就会出钱 因为我们一个学生 政府有给他们博助 当时博助那些钱都很少 一哥哥说什么七百块而已 那时候台湾钱 你就拿到七百块 就讲高贵高贵 每天可能交给你出几家 我出几家了 就退算 然后我讲 早去买 他说了什么 他在那里面 方文里面 他说东西 你早去菜籍 在买灰色的时候 那时候 有在买骨肉米 骨肉铁 那些骨肉铁都在买水骨 肉色比黄牛黑 这可能是什么不对 肉色应该比黄牛红 因为水骨的肉色比黄红 他说 上面还有一张一张 白白的金金丝丝的骨筋 骨筋呢 通常呢 这些买肉 这些瘫痪就会把那些骨筋 把他挑出来 这样那些骨肉 还没剥成一股 所以把那个骨筋就挑出来了 挑出来了 就把他 一堆一堆放在旁边 那这些少年人 没有钱 没有钱就 没有你这个 买完啦 骨筋买完 他把骨筋买回来 然后再来 去买两三盆 这个豆腐 和硬材 等于做什么 当然是滚骨肉汤 骨筋没用滚的 吃一 当然 他只要滚滚滚 滚到他们暖去 这样来吃 要说 那个是一天里面最好的副食 如果是照这样说 这家买骨肉 不可能是国民党来这家开的 意思是说 一旧四半年 这个买骨肉 虽然日本人走 多少人来 但是菜市有在买骨肉 这样说起来就是 一般这个 如果菜市有在买骨肉 这样 说起来 不是说很散 应该是买到这个骨肉 第一个 就是现在的圆摆 圆摆就是我们古早时代的 我记得是导书馆 导书馆 对面的 有一天 他在买骨肉 但是那时候去吃 的人都算比较有钱 算比较贵 可能说起来就是 买骨肉 连年龄层 算是有 有钱的人来说 这样就是 价格都降下来 那就是说 有钱 可以吃的人 有多了 我曾经看过一篇 我们台湾一个 真有名的美食 这下来的文章 他就是这样 我不要说什么 他说 他有一种 去到这个铸酒 中国的铸酒 他去看到 铸酒人 早上我怎么吃骨肉汤呢 他就说 这样我们台湾人 吃骨肉 是受到中国人 全州人的影响 因为专酒 在古早时代 是在香港 那些香港 还有什么 世界国国 伊斯兰教的 什么都来 那你如果是说 伊斯兰的 来 当然 他们是没吃铸肉 爱吃骨肉 所以 在那个时代 专酒人 对吃骨肉 就没什么 禁忌 团到台南来 台南就是 专酒的人来 所以台南人 吃骨肉 也是没什么禁忌 这样说 最有道理 不过 我看起来 他是想丹蓝耳 如果去专酒 吃两碗骨肉汤 就能 导演出一篇 历史来 这不太厉害 专酒的骨肉 我也要去吃过 其实 我差不多二十几年前 就去专酒 去那我 跟你说 我也吃过骨肉汤 可能骨肉汤 是这几年来 才开始有的 专酒 有一间 最近 我有一队哥 在专酒 有一间 做骨肉 没问题 我哪里 在买骨 十八 买骨肉 我听他们 当地人 在说 这间的生理 真的非常好 很多人在吃 我就说 好啊 如果是这样 我就说快点 我就走来 去那里吃看看 他的骨肉呢 不是骨肉 清汤 不是像台南 在吃这样 汤汤就好了 它是药膳 药膳 你要知道 味道就很重 你如果骨肉 你如果是新鲜的牛肉 你何必要用药膳呢 新鲜的牛肉 就新鲜吃就好了 你何必用药膳 就好像你是新鲜的牛肉 你又何必红烧呢 这不是又很奇怪吗 柯竟然说 一种骨肉 其实是不好的 但是我吃这个 我问他们说 你们 问在当地的 全球人说 你们是不是 以前 你们就 真的 全球人都会吃骨肉 他们说 有啦 这是最近才起来 这几十年以来 这几十年才开始 买得不错 看起来 那个骨肉 我问他也是很年轻 也不是在地区带 也不是在地区带 不是喔 也是说 他自己开始 在他的手里开始 所以啊 不可以说 吃一碗牛肉 的汤 你就说 我这就是台湾人 是受到 全球人的影响 是的 受到 日本人的影响 较多 我们台南人 也不是 全球 以免格来而已 其实 你若是在台南 我们如果在探索这些 吃死的东西 我给各位说 我们台南受到福酒 中酒 山头 专酒 酱酒 的影响都很大 其实 其实 里尾尾很高 里面 在西门中 我看他都黑白酸 是说 我们台南的一些 大乳面 台南有些 滷米对吧 滷米过去 我们就知道 就是说 如果在台南的 这个发展 就是说 我呢 比如说 我要计划 我亲身朋友 一趟咖来 帮我倒三天 来办这个 虚眼 这个中间 大家在无用 不过 以前 我才能 煮一个滷米 来请人 所以 这个滷米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台南 真的 很出色 不过 很多人 滷米 像是 乳 三冬的滷 就是 鱼日 那个滷 不是 那个三点水 的滷 滷 滷 台湃 北下 什么 鱼日 滷蛋 滷 滷 滷 这都不对 三点水 滷 才对 滷 然后 他说 这个滷 这个滷 滷面 他说 啊 这个 这种 因为 是叫 滷面 所以 台南的 滷米 里面有放三冬大牌菜 所以 这是真正 有三冬人 来教台南人 我听你 这样也能带出来 我们想看看 那个时代 如果早期 台南 有三冬大牌菜 他对谁 三冬大牌菜 因为三冬进口 大家来到 台湾的 会话 三冬大牌菜 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 这个滷米 其实 我 后 后 再有用 各位来探讨 滷米 我跟你说 你如果说 山东人做的 我们在开张圣王 有没有 开张圣王 大家知道 有在拜 也知道 开张圣王 会想起 滷米 这么说 开张圣王 发明的 我这个时间 这么好 说 所以 这有点 大家 合白说 说到 你如果说 吃到这个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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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清汤 下去做的 不是我用清汤 用高汤 下去做的 就是没用药膳的 这我在 潮汕 丢酒 中国的丢酒 不是 冰冬的丢酒 中国的丢酒 我吃过 真的 以后台南 吃饭 家乡 家乡 他的做饭 也是 大骨 下去 熬 就是把牛肉 放进去 放进去 这个汤 这样煮就行了 这种 丢酒的 这个 牛肉 汤 吃饭 历史不久 说 差不多 几十年以来 所以我当时很奇怪 应该是台南生吃 还是人生吃 民生用这样吃 还是台南生用这样吃 这是很粗糙的问题 这是将来 还要进一步进去研究 不过 丢酒 我们知道 它有一种 叫骨肉 丸 就是一种 那些骨肉 说一说 说我像漏年 这样 你看 那个 香港的电影 里面 真的很够张 那些骨肉丸 可以 为何 都 跳起来 我去到丢酒 我也去吃骨肉丸 我也是 特别买 吃 来等一看 等我会这样 蹦 像乒乓 这样 都跳起来 发现 是有 但是也没那么夸张 没电影 人家夸张 所以 吃骨肉 这件事 说起来 应该说是台湾人 不管你是 由将酒来 专酒来 来到台湾 后 就受到 这个 日本人的影响 开始 吃骨肉 这样才是有道理的 有的人 要跟他说 这个 这都不是道理 都不是道理 我们 还有一边 报告 说 古早时代 有一些农民 是怎么 早期 如果是 青岛 大概是 闽南地区 都不去吃骨肉 因为那些骨 都是在做雷产 在做的 你如果要吃骨肉 你如果说 一旦骨肉也会老掉了 老掉之后 你要吃骨肉 那当然是鱼心不忍 所以法律也有 规定 不可以吃骨肉 但是有 那些骨肉 也有 浪民 总把那些骨 头头 把他抬 那我 为什么要抬 这说起来 为什么 在台湾 清朝来到台湾 的时候 为什么 有林桑文 这边 为什么 有朱尉贵 这边 为什么 林桑文 跟朱尉贵 他们这些人会 背起来香港 这比较简单 你把台湾 收一把你的 搬头 你会想说 这台湾人 我就水 给你 扣得那么多 让你 让这些人 不胜存钱 你们这些 帝神公的 这个余孽 正式王朝的余孽 收起来 水给你 扣得那么多 所以 我们现在 通认了 我们台湾人 可能要 扶得很多的水 还是说 现在差不多了 什么建保肺 什么都台湾人 在扶得 都给他们 补贴 他们 可怜 台湾人 都不知道 怎么 所以 以前 还乡 后 再来 做鸡油 独死 在台湾人 这台湾人 很公 都不知道 国民党 和共产党 到底两个 董 在合作 三回 真的 是很公 公 公 公八 不是公 一拜 公八 所以 台湾 这个 日本人 时代 改变了十九 但是 还有一个点 到现代来 变成 现在 流露面 这点 也是 很盛行 这样 是 又是 什么原因 这点 就知道 什么 这点 我们 知道 就是说 不如来到台湾 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什么金条 不金条 有黄金 有什么 基本上就是 日本人留下来基础建设 到明国 这个差不多 五十年的时候 美军 美军的援助 美国援助 因为那时候台湾差不多经济在破散 就因为那时候国民党这种贪腐的政权 当然 有没有倒下 那时候 什么 旧台币 换新台币 几万块 换一块钱 这样 很可能 那时候 要怎么呢 那时候才有可能 在吃骨饭 但是美军之后 开始就有 那个骨饭 冠 骨饭 罐头 这次了 这次了 这个骨饭 罐头 骨饭 这当然 这就是说 他们的美军 他们吃这 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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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贼 他们的美国人 都在吃骨饭 这开始有这种罐头 然后呢 才会发展出 什么 钢山的 眷村 里面 有那个四川的老兵 这四川的老兵呢 中的那个骨饭 你就配复的骨饭 配复的米粉 米粉就做米条 这个骨饭 罐头 就来染他们 过乡的 这个豆瓣酱 染染的 这样就做出 这个 所谓的牛肉面 所以这就是 这样来 这种牛肉面呢 当然在我们现在 这个生活里面 现在大家吃骨饭 不是 什么大事了 骨饭 什么一堆嘛 你看 我们 这个台南的 也是开始 世界都可以 吃骨饭 就变成 现在吃骨饭 一定完全都不是 骨饭 跟西松平常的事 台湾都在吃骨饭 骨饭 可以另外一步 又起来的就是 美军 在援助台湾的时候 我先说一件事 吃骨饭 我们现在的台湾国家文学馆 国家台湾文学馆 在骨饭 在汤汁桑 骨饭公园的对面 这种 这么大堂 曾经 那是 那个 厚庆 这个司令部 厚庆 司令部 也就是说 我们 所有的 这个 包 包 集 都会 去 那个地方 那些地方 在分配 那时候就是 美援到了 所以在台南 设置这个 厚庆的 司令部 在那裡 那我们现在的 那个国家族 台南的国家族 古代时代 叫做 柴子 山的 叫做 兵 柴子 柴子 在买什么 就是在买 这些什么 在国宏 在买 什么 阿兵 的 衣服 有的 没有的 那你感觉 很奇怪 那是什么 柴子 在买 阿兵 的 衣服 在买 国宏 的 东西 这种 很简单的 道理 就是 国民党的 军队 很腐败 阿兵 那美军 援助教 阿兵 就偷偷地 把东西 搬出去买 阿当然 那里就 变成了一个 叉叉 那就是 买军的 东西 阿兵 这事也知道 阿兵 这人 不用什么 华大 的 得力 就能了解 所以 这样 结论下去 我就 跟 那些 朋友 说 人家的 白年 老店 是 真有 可能 阿兵 因为我们八年前 台湾人 都没有在吃牛肉 才没有在吃牛肉 你胡乱说 这样不知道 可以水 给我的 朋友 还有 一个 很大的疑问 不过 开始 百年前 就在吃牛肉 但是 我要说这边 不是 真正的 证明 金春花 百年老店 不是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 百年老店 他是 他自己 下来 但是 如果 以 环境 来说 有可能 一个 不得 十八 还是不得 牛肉 在台湾 要经过 百年 也不是 什么问题 不过 百年前 可能 不是 一般人 可以吃 还是 需要 说 家里 有一堆 还是 鬼祖 还是 日本人 可以吃 去 慢慢 变成 一般人 就开始 可以吃 到现在 还是 差不多 你如果 一年 正常 上下班的人 大概都会吃 过程 是这样 好 今天 很欢迎 可以 各位 分享 百年前 到底 台湾人 有在 吃牛肉 的主题 我是 渝夫 我们 这是 FMQ 1.5 自由 自乎 渝夫 自由 行 一星期 我们 同时 时间 再会 拜拜